生活中大家难免有马虎大意的时候 那下面呢我们要说的这位黄先生 最近就因为马虎而苦恼不已 黄先生在江津双福国际农贸城水果市场 租了一个摊位做水果生意 昨天上午他一时恍惚 把三万元的货款转错了人 10分钟后黄先生才发现 三万元货款转到了另外一个微信好友那里 黄先生说这是他认识的一个新客户 对方前几天来店里买过一次水果 所以顺手添加了微信 而对方领取这三万元的货款后 就把黄先生拉黑了 电话也无法接通 我转账的时候 你还转过去你看都不看好吗 确实也怪我自己 我们这年钱也不用 在这儿啊我们要给这位小伙子提个醒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不当得利的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还是要尽快把这笔钱归还给黄先生